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句话 真的蛮有意思的 这个由 Jim Rohn 所讲的人 他这个人所讲的话 其实真正就像人生一样 你如果都不想选 你很怕受伤 对不对 你都很怕受伤 所以你什么都不做 你什么都不尝试 因为怕做了就会受伤 做了就会学不会 对 你去试了那件事情 学不会了就会失败 很多人怕失败就什么都不做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你都不下来 你像这个人一样 就是坐在那边 怎么都不下来 左边也不下 右边也不下 你就怎么样 You cannot make progress 你就永远不会制作任何的进步 你不会有任何的前进跟进展 因为without 你没有去做making decision 你没有做决定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只是害怕 去试试看嘛 去给自己任何机会 去做跌倒啊受伤都好 只要你愿意开始 一定会获得些什么 但是如果你像这个人一样 Always sit on the fan 永远只是坐在栅栏上 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你这是原地踏步 好 所以坐在围栏上 本来是指说一个人很中立 本来是中立的 但是后来有那种 坐着都不表达意见 都不表达意见 表示你很缺乏果断 你犹豫不决 你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去做决定 那这样子反而就不好了 去试试看 人生当中本能就是要去跌跌撞撞 你就会在跌跌撞撞当中呢 去悟出一些适合你自己要走的 你的一些路线 你自己的风格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二个字叫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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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本来就长这样 各位留意一下 Found 这个字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它不是过去式 它是原型动词 Found 这个字叫做创办建立 打造创办建立 同一字是百分之百考的 叫做establish 还有set up establish establish set up 好 这三个字 请你把它绑在一起背了 Found establish set up Found establish set up 来看例句 Bruce Bruce 有没有看到 各位它的过去式是直接自伪加ED 它的过去式是自伪直接加ED 好 Found 叫做Found 创办建立的过去式 我们的布鲁斯 Found 他很厉害 他创办了一间银行 然后这个银行 the bank which dance the poor money 最近银行专门在借贷 借贷 借贷给the poor the poor the poor叫做穷困人家 好 所以他land the poor 他专门借给这些穷困的人money给他们钱 而且是以at lower interest 而且是以至 at 是以至low很低的interest利息汇率 这个rate是汇率 所以利息率叫做interest rate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which lands too 各位可以把这个lands 我看到这个lands也是授语动词 授语动词后面会加上人 再加上事物 有看到借给人什么样的东西 你也可以写成借钱 先写钱 然后再一个借系词土人 有看到吗 所以各位发现 人先写的话 借给人 后面就可以直接加上事物 你借给这些人钱 可是如果先写物 先写借给这个物品 借给这个钱土人 这时候需要一个借系词来帮忙 这就是授语动词的特质 好 再来我们往下 跟这个句子有关的有 首先要先了解的就是fund这个字 老师一直强调它是长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fund这个字当作原型动词 它的过去式是fund的 跟fund的 然后意思是创办建立 可是有没有发现有个字跟它好像 find的是国中单字找到 这个字的过去式是fund 现在是过去完成式也是fund 有没有发现 它的过去式跟过去完成式 跟这个字很像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搞混的地方 需要留意哦 如果是find的 fund的 fund的是发现 如果是呢 如果是fund的 fund的 fund的 是创办建立哦 好 接下来还有establish 这个字叫创办建立 字尾加ED established 字尾加ED established 也是创办建立 好 再来我们刚刚刚 还有学到the poor 我们刚刚学了一个灌词the 灌词the加上形容词 灌词the加上形容词 是泛指有着这个形容词特质的一群人 所以如果你写说the poor 就是有poor这个特质的一群人 叫穷困的人 the blind the blind就是眼睛blind 眼睛看不到的一群人 the blind叫盲人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会往下看下一个单词 我们会往下看下一个单词 我们会往下看下一个单词